国家海洋局发布消息称 正在东海海域执行定期维权巡航执法任务的中国海间巡航编队 目前已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监视 制制编队由中国海间五菱船、六六船、七五船等十艘海间船组成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间总队还应有关方面要求派船协同于正船开展有关执法活动 就在中国海间巡航编队巡航期间 日本海上保安厅六艘巡视船、三架飞机 包括固定仪飞机、直升机和反潜侦察机 对我国海间编队进行干扰 中国海间编队向其严正声明我国政府的立场 宣示主权并继续在我国钓鱼岛附近海域开展维权巡航